四大箱货柜小心翼翼吊挂上船 这可不是一般的货运也非渔船设备 而是满载医疗资源要送往台湾邦交国帛琉 要帮助他们建立P2实验室 货柜箱里装的是400公斤重的生物安全柜 也就是检验剪铁设备还有呼吸器 因为太重了无法空运只能海运 4月1号总统蔡英文宣布援助 医疗专机就起飞呼吸治疗师和医检师 以及呼吸器送到帛琉 接着4月2号一早渔船运送生物安全柜 从屏东东港出发 1300公里七天航程 4月9号抵达帛琉 驻帛琉大使周明干 帛琉卫生部长罗伯兹 以及帛琉副总统欧一楼都特地到渔港迎接 副总统甚至还登上军舰帮忙开路 协助这个帛琉政府开始建置他们国家的 这个P2实验室 能够让他们可以有这个验 就是说裁剪 以及来验这个新冠病毒的这样一个能力 的一个设备 帛琉驻联合国常任大使跟接连在推特发文 说感谢台湾帮忙 让从没有培训专家经验的小岛 也能建立检验设备 虽然是一项大挑战 而在医疗器材抵达的这天更开心的说好消息 呼吸器和生物安全柜已经抵达 谢谢台湾 更特别标签 台湾CanHelp 底下网友一片称赞说台湾能帮忙 而且正在帮忙 更称赞台湾是美丽的国家 谢谢你帮助全世界 不留政府直呼患难 见真情 台湾防疫经验成功让国际看得见 三十人在见顺利 空气台表导